我们的坏习惯像老虎一样凶猛 所以打败老虎就是打败我们的坏习惯 所以他是英雄 所以我想我们学到这一些 当我们的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 他们的观点都会特别的独特 我们在改作文有没有改到过这样观点的孩子 可能很少 所以他的认知会马上不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就跟他们讲到 这个腐虎罗汉的故事 在这个十八罗汉里面 有一个罗汉就是腐虎的 骑在老虎身上的 那个就是代表战胜坏习惯 所以这个孩子在这里就记住了 他说我上课呢 因为我要求他们脚不要乱动 但是我并没有强迫 我只是把道理跟他们讲 我说你现在要听你的脚呢 还是要听你的 你的身体能受你的控制吗 因为当时呢 我们班呢 有一些小朋友啊 就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上课讲话 那个上课 因为七十多个孩子哦 哪怕一个人讲小小声啊 我的声音就被他们淹没了 又没有话筒 所以现在我看大陆老师上课 都带一个那个导游的那个话筒 都这样的 因为那个小朋友声音太大 结果那当时我也没有话筒 我就跟他们讲故事 一讲故事呢 孩子都会很安静哦 我就跟他们讲这些 但是他们还是要讲 结果有一天呢 上午又在讲话 我就开玩笑哦 我也是脱口而出啊 我说再讲呢 下午我就带风口胶来 把嘴巴贴上 结果我讲完这个话啊 这个叫 苟轻诺 进退错 下午呢 就有一个小朋友来 肖老师 风口胶我已经帮你带来了 带了这么宽的那个黄色胶带 因为那个 在大陆啊 也是不可以体罚的 也是可以告我的 我在想完了 我现在樊出言 性为先啊 这个言语不谨慎呢 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啊 这个形象就完了 结果我就在祈祷 说但愿他们不要讲话 结果他们怎么可能不讲 因为那个习惯养成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呢 就有孩子讲话了 一讲呢 他们就开始举手 老师他讲话了 其实他们就在等着谁讲话 看我怎么做 巴不得来看老师怎么处理 全班就很安静 就开始看我 然后我就愣在那里 我就马上脑子里在转了 我就把那个小孩 叫他站起来 我说你站起来 这个孩子也灿灿巍巍 站起来 因为如果当着全班的面啊 把那个封口胶贴上了 那肯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结果这个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刚刚讲话的是你吗 他就不敢讲话 旁边的人说 对的就是他 我刚刚听到的 我作证的 就恨不得别人 我们不被那个处罚 这个小孩现在都这样 然后我就 我就故作这个玄虚 我继续问他 我说刚刚讲话的是你吗 我问了三遍以后 全班就有点愣住了 他们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就问他 我说你知不知道呢 上课不可以讲话 老师今天早上才有讲的 他说我知道 我说对啊 你是知道的 那刚刚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呢 他就被我问得没办法了 愣住了 我就开始问全班了 我就说 你看哦 这个小朋友 他是知道不可以讲话 那刚刚讲话的人是谁呢 是谁让他讲话的呢 这些小朋友马上就说 坏习惯 马上就开始说 罪魁祸首就是谁呢 坏习惯 我说对啦 我说本来啊 你是最好的孩子的 我说问题是呢 你身上的坏习惯 就不想让你好 我说所以呢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是坏习惯 我说比如说呢 你看你自己知道啊 不要讲话 但是呢 你的坏习惯就来找你了 说小主人啊 快讲啊快讲啊 结果你就控制不了 你就听他的 没有听你自己的话 我说呢 这个坏习惯呢 你要不要战胜他 你要战胜他呢 老师就可以帮你想办法 他说我要 然后我就说 我说呢 如果你自己可以战胜他呢 那就不要来找老师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控制不了呢 那这个老师呢 就给你提供风口胶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 就非常英勇地就走上台来 嘴巴上都是汗 就把汗擦了一下 然后他说 我要用风口胶来贴上 免得我坏习惯总来找我 然后呢这个 这个我说 我说那你要请风口胶帮忙呢 你要感谢他的 他就恭恭敬敬地 给风口胶鞠了一躬 说谢谢你 帮我 帮助我改掉坏习惯 然后剪了一条 风口胶就贴上 高高兴兴地 就到座位下面去 去那个写作业 然后呢这个其他小朋友 说老师我也要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风口胶 不要轻易地出手的 自己能控制的呢 要自己控制 结果这个小朋友 他们有那个小透明胶啊 很多小朋友就捡来 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里 结果那一天呢 写作业很安静 结果后来呢 我就感觉呢 小朋友真的很天真啊 其实同样的一个问题啊 老师的处理呢 特别的重要 如果当时我们是发怒的 比如说一拍桌子 怎么又讲话 过来 把这个风口胶贴上 我可能这个孩子有怒气啊 全班也都说 哼 你看 总算你被罚了 整个班上的氛围呢 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更有甚者呢 回去以后妈妈知道了 什么 老师让你在全班出丑 那还了得 明天就写律师信去告他 哇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落大了 可能因为一件事情呢 就 反而呢 没有教到孩子呢 搞得 学校老师 同学 家长 孩子 没有一个孩子呢 是受益的 没有一个人是受益的 所以一个处理问题呢 特别的重要 那我在这个过程呢 就感受到呢 怎么样能够 很好的来处理这些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要冷静 不可以呢 发脾气 其实只要老师呢 不发脾气 真的是有爱心来对待孩子啊 哪怕同样的是处罚了他 孩子不会记恨的 其实关键都在老师的一份用心上面 你很不忍 很不舍得 去处罚他 最后即使你真的罚了他 他也会心甘情愿地 记得老师对他的好 但是如果我们发脾气 一副呢 瞧不起他 又是你 哎呀 气死我了 就这种感觉的话呢 孩子马上能感受到 他也会把这一份愿呢 记在心里 当他长大以后呢 他对老师的印象 也是一直就想着那一件事 所以孩子的记性啊 可以好到呢 一辈子都记住一件事的 所以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跟老师的应对 现在对于一些老师啊 有一些事可能都还记得的 因为那个结一直没有打开 所以每一个孩子呢 他都会长大 我们呢 一定要理智一点呢 把最好的印象啊 留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所以我跟我们的父母也期许啊 我说呢 首先呢 不可以发脾气 发脾气啊 是为人父母 为人老师呢 第一个要修的功课 不可以发脾气啊 要逞愤 逞呢就是控制 愤呢就是愤怒 要学会不发脾气 那不发脾气呢 不容易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跟家长一些 这个交流啊 我说 你忍不住的时候呢 你就冲到阳台上去深呼吸 或者呢 你就赶快呢 进洗手间 冷静一下 不要再面对这个状况 或者呢 我说你确实不行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或者呢 我还给他们出 出这个办法呢 我说你确实控制不了呢 你就买个洋娃娃 先去对他骂 不要骂自己的孩子 因为发完脾气啊 整个家庭氛围 就都是很不好的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所以这个客戟副理啊 它并不是对人的一个束缚 这个挤呢 指的是自己的坏习惯 坏习惯 坏脾气啊 要克制 而怎么克制呢 克制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礼貌的言行来做 那自然而然的坏习惯就没有了 打一个比方呢 就是 按照礼貌的态度来做呢 就好像是善的 当善的东西越多呀 占据我们的心灵的空间呢 那这个坏的不好的东西呢 它就没地方可藏 那自然而然它就会消失 所以这个就是邪不胜正啊 所以我跟小朋友呢 也一直都是这样在讲 一直呢 扬他的善 那孩子的这个坏习惯呢 就会越来越少 那第三个原因呢 是孩子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呢 往往都啊 追求一些表面的东西呢 而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成长 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成绩 技能 这些东西都是看得到的 可以用一些表面的东西啊 去评价的 比如说技能 哦 叔叔来了 来给大家弹奏一曲 哦 钢琴 十级 哦 一下子呢 都能够表现在外面 成绩呢 哦 一百分 打的都是U 都是A 哦 全部都是看得到的东西 但是孩子内心是怎样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啊 一个小女孩呢 她钢琴啊 一个大赛 很不 就是在大陆咯 一个很好的 一个大赛啊 她得的第一名 记者就去采访她 以为呢 她会弹出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想法 说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结果这个小孩说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钢琴砸了 因为她一直呢 都是被迫的 她觉得呢 我参加完这个比赛啊 妈妈可能就不用再逼我弹钢琴了 那个结果已经出来 第一名你要的 我已经帮你弹了 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喜爱啊 所以她内心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并不知道 包括呢 这个小朋友啊 她的这个考试 所以当时呢 我在班上就发现一个状况 我第一次考完试啊 我拿着卷子进教室啊 那个氛围呢 都特别的紧张 因为小朋友全部都在那里皱着眉头 就等着我宣布那个考试的分数 我一想呢 要是这样下去啊 孩子对分数啊 过于的这种看重啊 反而呢 并没有让他的内心呢 得到提升 所以当时呢 我就把卷子放下了 因为在大陆啊 有很多的报导 报导说这个孩子呢 小学的都有 因为一次考试考不好 他就可以自杀的 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就他对分数啊 已经觉得分数就是他的全部 当然这些呢 是整个父母啊 老师给他的一些压力造成的 所以当时呢 我就想不可以呢 不教这些孩子 我就把卷子放下 我就开始问小朋友 我说请问各位小朋友啊 什么是考试 他们就说 在这个卷子上做题啊 我们已经考了好多年了 当然知道什么是考试 我就跟他讲 我说 这个呢 不是真正的考试 这只是一种考试而已 我说考试呢 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在卷子上答题 第二种呢 才是真正的考试 他们眼睛就愣 真的很大 就问我 说什么 那什么是考试呢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其实呢 当你听到了你的分数 你的内心啊 所起的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才是真正的考试 当然这样讲 他听不懂 我就跟他讲具体一点 我说比如说 你听到的分数啊 是比你预计的要高 你有没有骄傲 有没有得意 那这个考试呢 是不及格的 这个是答卷 如果你的分数呢 比你想象的要低很多 你有没有特别的难过 觉得我都没办法 简直天都快塌下来了 那这个呢 也是不及格的答卷 还有听到同桌的分数 别人的分数比你高 你会嫉妒吗 面对班上最差的那个同学 他的分数最低 你会瞧不起他吗 你会有傲慢的心吗 那这一些呢 才是真正的考试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正确的答卷是什么 你会在那这些呢 我